要讲新加坡繁荣的种种原因 真是整个星期都讲不完 用标题党的手法讲一句 新加坡繁荣起步点就是无完整的司法独立 当然,这不是新加坡的司法机构是隶属行政机关 司法机构依然是独立运作 而是讲建国初期的新加坡是无案件的终审权 终审法庭设在伦敦的书物园 新加坡是前英国殖民地,后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独立 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 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大英国协 然而是新加坡的宪法依然保留了书物园对新加坡的终审权 经过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多年来的苦心经营 去到1989年新加坡这块招牌就已经开始打响了 于是就修订法律 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可以向书物园提出上诉 在5年之后,新加坡也建立了自己的上诉法庭 向书物园提出上诉请求的机制 就在1994年4月8日廢止了 在新加坡建国29年后,司法系统才正式完整独立运作 Hello各位研究员大家好,我是吴起眼眼知识研究所所长Benny 今天就与各位研究员研究一下 从法律制度这个角度去了解新加坡 如何灵活施展游走于东西方的平衡艺术 打向了一种类近中立国的招牌 广立全球的资金 如果大家对这类题材有兴趣,就麻烦大家给个like和订阅 这样我就有颜面丁这份收视报告给太太看了 本身是一位律师的李光耀就十分清楚 新加坡传统以来就是靠贸易起家 如果没有值得顺耐的法律服务 只是靠天然的地理优势 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地区输楼的重要香港 所有的贸易每一个环节都有机会出现合约纽纷 试想一下,一间外国公司一船船的货物 进入另一个国家的司法区域进行贸易 万一出现纽纷,需要法律仲裁 那当地的司法系统是否可靠呢? 会不会球员也是他,裁判也是他呢?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 李光耀高屋建令的施政布局眼光 现在不是讨论普通法或大陆法的优胜问题 而是在这二百多年以来 英国是上一代的霸主,美国是这一代的霸主 这是客观的环境 将司法终审权暂托去英国的举动 就是告诉全世界在他治下的新加坡有决心 而且正是走上廉洁政府的这条道路上 用行动来说服大家来这里踢球 你不信我新加坡政府,不需要担心 因为首席的裁判是英国的书物院 这样就总能放心吧? 打个比喻,英语就是一套作业系统 而普通法就是其中一个APP 七大工业国内的美国,英国,加拿大都是用这个APP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采用别人熟悉的语言,熟悉的制度 不受行政系统干扰的司法系统 加上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就是这样 打下了新加坡繁荣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一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都不错 为什么不能成为发达国家? 阿根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生产总值排列世界第九位 在1950年代,全世界都认为拥有民主制度 良好英语能力的菲律宾是亚洲最有希望的国家 而正在生死边缘的南韩,就被视为最绝望的国家 当年和今天的反差就真的很大 在二战后,脱离殖民地独立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卡住在如何建立廉杰政府这关上 又或者这么说,从一开始这些独立国家领导人 根本就不想建立廉杰政府 有了良好制度才能建立大家供应的平台 而平台就是最赚钱的引擎 新加坡也成功搭建了一个金融平台要来赚钱 就好像成为一个成功的电商,当然可以发大财 但坐着收钱发达的肯定是Amazon 在2023年,新加坡人口有592万 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金融业占新加坡GDP 13% 从业人员大约有20万人 新加坡也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 全世界的富裕阶层,无时无刻都在找能投资获利 资金能自由流动,信息流通,司法仲裁公平的地方 就好像贸易,货船要找港口停泊一样 金融业也要找港口停泊 讲白了,就是钱这件事也要找地方拍 能给人拍钱在这里,有人财和钱财的参与 相关服务业和房地产自然兴旺 就是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向上逻算 那有什么比股市这个平台更赚钱 而没有受外围经济周期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呢? 答案是和平 和平这个饼就是一个越吃越大的饼 大家都知道瑞士是一个中立国 夸张点说,瑞士是以银行立国 从欧美、南美、中东非洲、中国、俄罗斯 有份量的财阀都有钱放在瑞士 而瑞士人口大约是850万 想象一下,如果瑞士银行能将每100美元的存款 都带来1美元的利润 而这些财富的效果最后会围及这850万人 并且这些钱全部都是长钱 瑞士法郎也是投资者供应的传统避险货币 一旦国际政治局势紧张或经济前景迷茫 而瑞士法郎就成为投资者转移资金的其中一个选项 而瑞士就是吃这个饼 现在新加坡人口大约590万 总存款大约是瑞士55% 进步增长的空间还有很多 从结果来说,不是你说你是一个和平的中立国家 说到尾,都要别人来捧场才行 只要别人觉得你是持平中立,不偏不倚 你没说你是中立,你也是中立 这是50年到100年而构建而成的信誉 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人说,新加坡要成为亚洲瑞士 而新加坡也在这条路上前进着 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孤翁会谈 是一个海峡两岸半官方半民间的交流会议 可以说也是新加坡建立中立的起步点 2015年李光耀因病逝世,享年91岁 中国自燃电新加坡称李光耀是新加坡的替造者 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政治家 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是终身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李光耀的世世表示痛心 在道文中称李光耀是历史真正的巨人 还有很多各国领袖的燃电内容我就不再慢慢说了 从刚才的燃电内容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 甚至乎有些国家有敌对关系 但他们都对李光耀有一致的尊重和肯定 可以说这百多年以来都没有多少个 换个角度说这也是对新加坡国际地位的肯定 2018年川普就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美招首路会谈 新加坡作为东道国并成功圆满这次会议 奠定了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上的独有角色 以往李光耀在处理国际事务时 外间感受到的是李光耀个人味道就概过新加坡 而这次就突现了新加坡成为一个主体 这次也是李显龙在外交上的一大公职 提升了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层次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从地理上高来说 新加坡发展中立这个产业的优势 在这个地球上就有五个支点 谁都不能碰的 如果敢碰一下就与全球的强国为敌 每日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 就承载着大约100万桶的原油 和8%液态天然气 以及全球贸易至少12%的商品 运河就是由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拥有和管理的 根据军事坦丁堡公约 运河在战时亦可以像和平时期一样 任何商船和军用船只都可以使用 而无需悬挂区别的旗次 1989年 巴拿马军事独裁者洛列加威胁 如果美国不完全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 他就会破坏运河 同年12月20日 时任的美国总统露布殊 就以保护运河、维护人权、打击走私毒品 和推翻独裁者名义出兵巴拿马 拘捕罗列加 每年有7亿5千万吨以上 运往世界各地的中东石油 就是必须经过霍尔木茲海峡 这个海峡的海上安全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发展极为重要 如果伊朗封锁霍尔木茲海峡 美国就会把它视为战争的行为 所以只要伊朗不和以色列开战 躲在霍尔木茲海峡后面 伊朗就可以一世平安 因为攻打伊朗 发达国家也需要无经济衰退这风险 马六甲海峡就由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 这四个国家共管 也是西亚石油到东亚的重要通道 日本称马六甲海峡就是它的生命线 马六甲海峡也是占据世界海上贸易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份额 世界四分之一的运游船都要经过这个海峡 是沟通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烟喉要道 亦是亚洲和澳洲的十字路口 中国有85%的石油依靠水路运输都要经过这个海峡 如果说马六甲海峡是东北亚能源的烟喉 那么新加坡就是马六甲海峡的烟喉 平均每日有600-88艘的货轮 就要经过台湾海峡到中国、日本和韩国 进口到日本的石油 九成都是依赖于台湾海峡 所以台海和平、世界和平 在二战之后 可以说这五条航道是绿色的安全区域 因为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很重要 因此所有国家都希望这五条航道要稳定 李光耀定下了新加坡的外交政策 就是平衡 他很多时用比较强硬一点的语气 带少少华人的文化价值观 去批评欧美领袖 而在行动上 在1990年新加坡就与美国海军达成协议 第七艦队的西太平洋后勤指挥部 第七十三突显队就以三巴旺港为总部 而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新加坡空军部署在美国本土 言论游走东西两方 重视近伦友好 军事就与美国合作 这个就是新加坡的平衡之术 美国海军就计划在 张宜港建立第一岸队司令部 究竟新加坡政府会怎么回应呢? 我都很想知道 在这里感谢各位研究员 大家一起在这里切磋研究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令你多了个角度去理解新加坡的历史 就麻烦大家给个like所掌和按一下订阅 这样我就有更多动力去制作同类型的影片 如果有什么题材大家有兴趣 也请大家在留言告诉我 逢星期三吴起眼难知识研究所 我们继续一起研究 我继续一起研究